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收督微学委课程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利大于弊 现在的对赛双方为正方英华书院 以及反方圣马可中学 现在等我介绍双方辩元 正方主辩雷军杰同学 第一副辩王启涛同学 第二副辩林柏行同学 结辩林子逸同学 反方主辩林思桥同学 第一副辩蔡乐涛同学 第二副辩傅佩恩同学 结辩李卓彤同学 而我们也很高兴在这场比赛 请到三位评判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汇知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靖权老师 南田圣宝陆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 黎雅文小姐 以及金巴伦掌老道 耀道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王宝恩老师 现在介绍赛规 本场比赛分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以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的台上发问机会 而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而台下发问完成后 就会进入结辩的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以及台下发问环节以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 都会有人声音一声的提示 等待会主辩可以试一试 看看会不会有点不清楚 而够钟就有双两响的提示 超时15秒就会连双几下 而详细赛规已发布 给各个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而评判也请留意 到底现在自己手上的分子 是不是自己的名字 那就去到自己名字的分子 输入分子就可以了 好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现在手上是 想问外语要不要申报? 要 哦 要的 是 是现在打入checkbox 还是 你只这样说是可以的 哦 哦 是 我现在用咪说的 是 是 是 EDX Tekic Academy Yuda City Checkpoint 想問一下 以後他會在另一邊幫我講一些愛情報 他們可以自己講一下 對我變威那些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反方的主編瞄一瞄麥克風 因為我不太聽得清楚 剛才正主說什麼 可不可以重複多次你最後一句 呃 我現在講完略語 大概是這樣 行了 是 請問對賽學校和評判同意 如果是真的有爭議,可以打完英文字去Checkbox 其實剛才提到的那些都是機構的名字 是嗎? 是 是 其實問題不大 不好意思,反方也有外語想申報 是 在一個網站叫做Jobs R&R 我打在Checkbox那裡 OK,不過應該都沒有問題 是 如果雙方學校對於大家的外語都沒有問題的話 OK就可以了 OK就可以了 是 聽到,聽到 OK OK 是否請問沒有其他問題?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現在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請解除正音 如果準備好,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還有一位打號 網上學習平台日益普及 微學位作為其中一種學習模式,亦應運而生 經由馬來西亞資歷評価局的指引 微學位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課程時間比一般學位短,而且上課地點具有彈性 二、課程內容以職業導向為主 涵蓋電腦程式設計、語言溝通、會計法律等範疇 三、課程主辦方多以為註冊的教育機構及知名大學 更有龍頭企業邀請行內專家開辦微學位 不妨看看不同例子 香港有教育機構 Tactic Academy及理工大學開辦 與程式設計及酒店管理有關的課程 方向世界、網上知名平台 EDX亦和哈佛和麻省理工等知名大學 攜手推出微學位 甚至谷歌、微軟等科技巨頭 亦有專屬的微學位 面對微學位需求欣賜 難怪歐盟、新加坡、新西蘭等政府 紛紛將微學位濫入正規課程規管 正觀清源 如今香港青年面對信息慢變 科技高速發展的年代 世界經濟論壇2020年發表的 未來工作趨勢報告指出 隨著勞動力市場快速轉變 全球超過一半的勞工 需要技能提升或者再培訓 我方限量變態的標準 在於有或沒有微學位 更能協助香港青年面對急速轉型的經濟環境 我方贊成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裝備實用技能協助青年就業 麥康石公司創立的青年就業組織 創世代2018年的報告 我發現不少僱主認為剛剛畢業的年輕人 未有具備處理基本工作的所需技能 教育和就業的缺口也日漸拉闊 青年人需要新的途徑去學習職場所需的技能 然而現時大學的學位課程較多 在於打好理論更基 例如現時香港提供計算機科學課程中 大部分課程只會概括介紹不同程式語言和軟件 而較少有針對性的培訓 微學位對比起傳統軟件的課程更為靈活 能夠提供針對性的培訓 例如學習平台Uda City 以及各個合作提供針對安卓系統的微學位 而各個內部的工程師教授 請問有方你是不是覺得香港青年可以透過微學位 針對性地學到職場所需的技能 反而會降低他們的競爭力呢? 第二,建立良好風氣,增加應受性 微學位雖然在近年是新興的概念 但短短幾年間已經獲得不少機構和公司的支持 以Techic Academy提供的微學位為例 有95%的畢業生都能順利找尋工作 當中有17間都屬大機構 例如電訊營科、匯豐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等等 除了這些大機構之外 不少科企公司都會吸納收讀微學位電腦課程的專業畢業生 例如在EDX平台上 紅毛有限公司 一間專注發展網絡雲端業務的科企 以及Checkpoint軟件技術的有限公司 一間提供網絡安全服務的企業 都說明會聘請讀完相關微學位的學生 可見微學位的影響力已經遍及全球大小企業 想問有方 當未來越來越多公司認受微學位 香港青年有更多工作 選擇是不是一種進步呢? 叮! 所以最後想問有方 如果微學位真的無再提高青年競爭力 現時越來越多國家都將微學位納入正規課程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全部做錯了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3秒 沒有超時 想問剛才這樣釘是聽得清不清楚的? 清楚 清晰的 是 是 二副 好 接下來有請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時間 請解除靜音 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定 主席評判 著著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主辯說現在微學位被越來越多公司認受 就可以提升青少年的競爭力 但若然微學位真的可以提升競爭力的話 為何每年有4萬個中學畢業生 但只有80人去修讀呢? 更何況你所提及的科企學院微學位課程 並沒有年齡限制 但根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人口普查報告指出 辯題中的香港青年為15至24歲之間 請問有方怎樣可以確保這80位畢業生 都是屬於辯題討論的香港青年呢? 回歸辯題 現時香港微學位課程 內容大多都是圍繞著人工智慧 大數據分析等的資料資訊科技學業領域 但值得留意的是 有兩點 第一,微學位課程並不包含在香港的資歷架構中 相比受資歷架構認可的學士學位 負學士、高級文憑等的認受性低 第二,微學位課程內容 和受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並沒有差異 例如科企學院旗下的人工智能及程式設計 微學位課程中 教授的基礎網站編寫 網站伺服器開發、數據工程開發等 以及職業訓練局提供的人工智能及智能科技 高級文憑等的課程不謀而合 而限量變態成立與否 就要審視修讀微學位課程 能否提高青年的求職優勢 以及吸引青年修讀 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認受性低、削弱競爭力 由於微學位課程不被香港的資歷架構認可 因此就連香港其中一間提供微學位課程的 科企學院創辦人流光力都直指 微學位證書的認受性不及其他課程 而一直與科企學院合作的Jobs R&R 董事總經理李宗慶亦指出 即使香港對於科技人才需求大 但本地企業聘請員工是會優先考慮 持有大學學位的認證者 而只據微學位課程之力的認證者 在人事部初步篩選履歷時已經被淘汰 可見即使青少年完成了微學位課程後 競爭力都是難以和擁有受資歷架構認可學歷的年輕人比美 但卻白白浪費了金錢和時間 放棄了原本可以用作修讀副學士、高級民貧等的機會 等同放棄了真正提升競爭力的機會 因此,修讀微學位課程只會浪費青年時間 最終削弱競爭力 第二,無法吸引青年修讀,難以提升競爭力 青年往往有著五花八門的發展路向 例如醫學、廚藝、文學等等 當中有興趣投身資訊科技行業的青年 一早就會選擇資歷架構內的課程 例如是由職業訓練局所舉辦的人工智能 和手機軟件開發高級民貧 由香港科技專上學院舉辦 以電腦為主的資訊科技高級民貧 甚至是中文大學的人工智能學位等等 而並非認受性低的微學位 而對於資訊科技行業沒有興趣的青年 他們已經有自己的發展路向 所以也只會專注在自己的發展路向 在靠學時期,若強行修讀微學位課程 只會加重負擔 可見,微學位難以吸引青少年修讀 難以提升青年競爭力 總括而言,修讀微學位無法提升青少年的競爭力 降低青年的就業機會 所以便題理應不成立 多謝各位 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0秒 沒有超時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1分鐘 反方主辯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 以及回答一次之後 就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好 請評判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首先請正方 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台上發問 請解除正音 如果準備好 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聽到嗎 聽到嗎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定 今天有方主辯和你講話 和你舉出一些本地的例子 和你講話 本地公司會優先去考慮這些學生 但今天有方法很短時間 講到和香港有競爭關係的 新加坡都發展正在做規管 微學的時候 是不是今天比越少香港青年 去讀這些這麼低門檻高增值 可以學到職場技巧的課程 會更加有利提升本港青年的競爭力 就可以和新加坡等地競爭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法方主便有一分鐘時間預備 謝謝大家 謝謝 準備時間結束 請反方主便答辯 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靜音 準備好可以向主席說可以 準備好 有方同學剛才問我們 明學位的課程是短時間 而且在新加坡都有 但是其實 現在都有很多其他的培訓班 同樣都可以 教授到人工智能的知識 例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人力資源分析 課程等等 這個學位同樣都可以做到 好像有方同學講的那麼短時間 只需要15個星期左右就已經可以讀到 而且還是屬於知力架構的第四級別 所以認受性是相比起微學位的課程更加高 所以如果是老闆的話 都會聘請收錄這個課程的人 而不是選微學位 多謝各位 接著下來請反方自由拍出一位便員作台上發問 請解除正音 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可以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各位 大家好 有分何主便講到微學位會令就職機會提升 但是對於18至24歲的青少年而言 他們的時間有限 但是微學位不被認可 而大學的學士學位包含資歷架構 或政府認可 想問有分學過了幾年考員工開始 你會選擇讀大學還是微學位課程呢 都是各位 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準備時間開始 開玩笑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幫主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靜音 聽到嗎? 聽得清楚,準備好可以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有分同學自己都會說,18至24歲時間有限 但說微學位本身已經是短時間,不明白為何微學位不可以應用在他們身上 再說,今天有分同學很短時間,就是看本地如何可以收取畢業生 但說我們現在的競爭目標應該是全世界的時候 有分,今天的眼光就很短暫了 所以再說,有分同學說 剛剛考完DSE的學生會選擇讀大學 但兩樣東西是沒有衝突的 在社會上的地位都不同 說微學位是可以提供一支職場技能給這些DSE考完試的人的時候 為何會沒用呢? 叮 在社會上發問環節結束,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變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過一請向主席說可以 試咪,試咪,試咪,試咪 聽得清楚 可以 叮 除了各位,大家好 一副位置,吳南法人有方有幾個錯誤 第一,論證操作 他跟我們說,現在微號只有80個人讀 但第一件事,小人讀等不等於無助提升既得力 兩人事從來都沒有必然關係 但是說小人讀,有很多原因 例如微學位,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一些新興的事情,或者在這個位置都不太多人聽過 所以小人讀,不代表這件事讀完沒有用 不代表無助提升既得力,兩件事從來都沒有關係 就可以解釋清楚 第二件事,一方堂,第二個錯誤 就是錯誤,將微學位和不同的其他課程 例如大學位,學士學位,放在議員最難的層面 但是錯誤,正如我方堂說 微學位講的是什麼 例如讀的時間很短 例如我方所講的,課程讀幾個星期 或者十幾個星期 是課程較短 所以讀大學之餘,要讀副學士學位 讀得到的,沒問題 但讀完,可以讀微學位 來提升你的競爭力 兩件事從來都不是對立 那些大學士學位,正受性比微學位 但從來都不代表微學位無助提升競爭力 而微學位好在哪裡 對比其他這些事情 就像主編同你講 對比其他調查就指出 現在大學生沒有上序讀完大學 但他有的技能和職場真的需要的技能 依然有些差距 而微學位讀的就是對職場需要的技能 補足 而不是有方堂說和大學讀的並無差異 有方都要解釋清楚 最後看有方堂說另一件事 他同學說認受性很低 但他同學說怎樣認受性很低 他就跟我說資力架構不認受 但我方不明白 資力架構不錯 我方承認資力架構是沒有承認微學位 但不代表它的認受性低 很簡單 例如主編跟你講 香港本土搞的微學位學校 Tactic Academy 這間學校沒有資力架構 沒有認受它的課程 但全港有17間公司講明認受它 包括電信營科、香港貿法局、匯豐銀行 有公司認受 縱然沒有資力架構都不代表認受性低 有方堂說要解釋清楚 所以最後看一方堂跟我們講的反方案 他說可以有其他學位 但我方不否認 但微學位另一個最大的利處是什麼 就是最大的特色 在於它很有彈性 好像有很多微學位課程 好像有方所講的 注重科技 而科技最大的特點 就是它經常都會日新月異轉變得很快 例如我們經常玩的打機 原來寫遊戲的電腦語言 每年都更新 甚至每年都會出幾種新的語言 雖然有分堂說可以讀學士學位 或者副學士學位也好 但副學士學位那些根本就不能夠真正 跟著時間 不能夠跟著潮流 不能夠做到這麼快的調整 而微學位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彈性 能夠調整到它的課程 所以就是比有分堂所講的好 所以我本身都跟你講 很多大公司都會認受 所以認受性和分別說得很清楚 除了有分堂說職場之外 競爭力我們不用看職場很簡單 還是持續進修去提升競爭力 我們都要比較 而微學位也有很大的幫助 看回數據 原來在微學位讀了的東西 認受性高整點 真正大學讀書 原來真正大學讀書 然後可以轉移學分類似你 甚至麻省你都可以 若果認受性這麼低 為什麼這麼多大學這麼多公司認受 反正正面講得 多謝各位 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三分手畢業 實物要,沒有超時 接下來是反方第一副發言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請解除靜音 是米是米 主席聽得清楚的 可不可以再說一次 是米是米 是,聽得清楚的 準備好,請向主席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分學主席 在論點二時跟我們說 有良好風氣 認受性高 但有分學說的認受性 在其他國家的認受性 便提中說的是香港青年 有分學是否覺得 大部分的香港青年都要去外國發展呢 有分學主席說完 說到微學位的青年有九成不是成功就業 但是科創教育開辦的微學位課程 只是每年只有八十人讀 所以有分學後中的八成不只有七十六名學生 還叫當中有多少是青少年呢 若然有分學說到前景這麼明明 那為什麼每年四萬多個中學生 只有八十人讀呢 剛才我回到台上發問環節的時候 問有分學同學 覺得微學位收到好一點 還是資歷架構好一點 有分學問我們為什麼微學位沒有用 我方回答你 就是因為微學位不是在資格內 所以根本不受認可 又如何清朝年有讀完 又如何被人聘請呢 要審視辯題 我們由目的手段成效三方面看 首先目的 今天辯題著重的是競爭力 有分學就跟我們說未來經濟會轉變 有分學其實邏輯很簡單 多了一技旁身就等於提升競爭力 按照有分學的邏輯 知識的增長都等於提升競爭力的話 其實報讀任何的課程都能夠增長到知識 有分學是不是覺得世界上所有的課程都不能夠提升競爭力呢 再者多了一個技能 代不代表遲些工作會容得上呢 例如一個維修工人去學鋼琴 同樣學多了一個技能 但公司最終都不會因為裝修工人去學會彈鋼琴而請他 又好像的士司機 他學完微學位 編程到出神日化 最後駕駛的士 所以對於他來說是毫無意思 所以微學位對於清朝年的工作 根本不是匹配 對於他們的競爭力是毫無幫助 只是多次一舉 其次手段 有分學覺得 青年只是學微學位 競爭力仍然能夠提高 但變題所說的 青年只是15至14歲之間的人 他們在中學不時已經18歲 到24歲只剩下6年的時間 之間有限 但多數人只會選擇知識架構認可的微學位而選其一 所以有分學會令到他們不讀知力架構認可的過程 而只讀微學位 最後看看成效 有分學今天理想法 一直塑造未來的資訊科技行業有多理想 但是青少年機會有多少 但是有什麼方案 或者哪間公司 會令微學位更正一籌 所以只是會令到 作織難上加難 都是各位 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13秒 沒有超時 不好意思 我是正方結辯 我的後備裝置應該先斷了 可不可以再加我進去 不好意思 好 請問你是改了什麼名字 應該是正結之後BR 好 正結BR 好 不好意思 我應該加錯了 等一下 好 是不是可以的了 進到 謝謝 入到 好 接下來又請正方第二副便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是嗎 是嗎 是 主席聽得清楚的 可以 叮 主席 評判著著各位 大家好 首先第一件事 右方今天打倒草人 我方從來沒有說過 讀多一件事就等於好 我們所說的微學位 是可以針對學生的職業去進行進修 所以既然今天是一條利弊比較變題 令到義夫威之 不妨用天平和大家稱一稱 究竟微學位利多還是弊多 天平的一方 首先看看有方跟我說什麼 他繼續跟我們說 微學位在香港沒有認受性 他說我方從來沒有在本地層面論證過 只是說了一些外國例子 但我方不明白我們一副跟你說了十七個例子 包括匯豐、謀法局、電信、營科等等的公司 都會聘請讀完微學位的學生 再拉闊一點的畫面來看 跟你說了EDX等和著名學府 牛津、普林斯頓等等院校合作 谷哥說明會提供實習機會給表現優異的學生 所以我們可見無論是在本地還是國際層面 都有為學生提供良好的配套 更加完全不是有方所說的那麼沒有認受性 第二,有方跟我們說讀的人很少 其實有方這樣論證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我們首先要做一個好的創科環境 有足夠的人才才吸引到創科公司 所以才會有足夠的人才去修讀微學位 所以有方不要再這樣論證了 想問有方,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如果是要修讀大學學位 是不是只有精英才有能力掌握知識 是不是一小半人掌握知識 會令青年更加有競爭力呢? 到達天平的另一端 不妨和大家看看世界各地對微學位的看法是甚麼 原來新加坡給資助學生修讀微學位課程 馬來西亞出指引被學生修讀 新西蘭更加規管微學位課程的質素 從以上種種例子都不難看得出 世界各地都開始發掘到微學位的潛力 各地的青年亦都開始裝備自己 所以其實有方今天非常短視 他以為本地青年要和本地青年比較的是有方 有方更加比有方看得更加長遠 我們見到香港已經比其他地方落後 而有方今天還在說不應該修讀微學位 所以想問有方 是否像你這樣故步自封 甚至最後還要走到頭車 對香港青年的競爭力反而理大於弊呢? 不妨和大家從一個年輕人的角度出發 如果一個年輕人 早上從事有關設計的工作 晚上就去酒吧調酒 但由於他沒有時間上課 所以就修讀不到有方同學所講的 資歷架構等等的課程 所以他就選擇了修讀人工戰能及程式設計學位 讀完之後他可以向科技方面發展 但如果沒有了微學位 他就難道又要完全不做事? 好像有方同學所講的 資歷架構課程度讀多四年 拿了些時間去上課 所以我方再重複多一次微學位的好處就是夠彈性 可以用比較少的時間 令學生吸收到更加多知識 除了時間彈性之外 我方亦非常重複 現在世界日新月異 微學位就可以與時並進來 學生吸收到更及時的知識 多謝各位 正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假除正音 準備好 定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今天阿芳一直跟我們說 是不是讀微學位 因為微學位有彈性、時間短 但原來時間短不一定只有微學位做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香港大學、城市大學 都有很多的課程是讀微學位的 他們全部都有資歷架構 還有沒有年齡限制 很多人你班完工 或者你有時間的時候都可以去讀 課程是三至四個月 都是很短的時候 有方同學有連有資歷架構 課程和微學位 究竟公司會請哪一項呢 今天審視辯題 我們可以由辯題的兩隻字眼去看 第一 青年競爭力 今天阿芳跟我們說 微學位未來會變得更加普及 所以其實阿芳也知道 現時香港微學位課程的人數 寥寥可數 所謂的好處 是否就是有方說 真正的十幾位的青少年 其次當然是 阿芳看到現在就連科啟學院創辦人 劉光力都說微學位證書的認受性 比其他培訓班低的時候 學生根本就不願意選 根本就難以普及 不知有95%的人讀完出來找到工作 但原來那95% 有方同學沒有說過是哪一家公司 哪一處出來的人 有方同學 原來我們主編也有說過 原來只是80個人裡面的九成 如果微學位就好像有方同學所說 那麼好的話 為何只有80個人去讀呢 再者的是 我方看到 微學位課程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所以有方從來都沒有認識過 這些找到工作的人裡面 有多少是年輕人 有方是不是覺得那些讀完碩士 已經是有做過工作的人 再去讀微學位課程 出來找到工作 那些都算是雙方今天討論的年輕人 所以今天中學生 不會選微學位課程 讀知識架構的青年 更加不會選微學位課程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微學位課程在外國非常普遍 喜歡認可 但是有方你要先搞清楚 現在僱主請那個員工 他不是看你有沒有讀微學位課程的證書 他是想要看你有沒有那個技能 原來現在就要學了 可以在大學復修 或者是出來有職訓局 文憑、碩士 這些全部都是有資格格的課程 微學位認受性這麼低的時候 公司就算你讀了之後 都未必會選擇你 因為根本就不夠人爭了 想問老闆 如果你是老闆 你會請知識架構課程的人 還是微學位畢業的人 如果你都會請知識架構畢業的人 就是你都知道 讀完微學位根本就不夠人爭 想問有方還怎樣去提升青少年競爭力 所以今天微學位會犧牲架構的時間 受益競爭力 多謝各位 反方以負發言時間為3分10秒 沒有超時 想問一下剛才台上的邊緣 聽的叮聲清不清晰 如果清晰的話這樣OK就可以了 是負位都清晰的 好,明白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邊緣 向反方台上邊緣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而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邊緣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1分鐘 台上預備1分鐘 再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邊緣 向正方台上邊緣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位邊緣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台下發問環節現在開始 首先請正方派出一位邊緣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 是的 聽不聽到請問 主席聽得清晰的 不過後面可能有一點點雜音 請問對賽雙方覺得可不可以 或者評判覺得可不可以接受到 是否可以開始的 如果雙方都沒有提出建議的話 就可以準備好 可以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的 正 有方論點二 講到香港青年有很多發展方向 微學位只是讀電腦 幫不了他們 但看看 其實本地理工大學都有開辦 酒店管理的微學位 甚至EDX平台上 都有跟不同大學合辦的 語言法律相關的課程 請問有方 你說到現在借80個青年讀微學位 但這就是Tag-It Academy 畢業新就業率就超過95% 你是不是認為當微學位認受性 和就業前景越明朗 未來更多的青年暴讀受惠 就叫做偉多於你呢?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1分鐘的準備時間 請評論一下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靜音 聽得清晰 可以 定 有分學剛剛問我們九成五人去讀微學位是否偉多於你 但我今天看到,就算有這麼多人去讀的時候,也只有80個 也只有佔很少數的人 就算是微學位根本是不被認受,在香港的知識格局根本不包含的時候 有分學就算有這麼多人去讀,這些人也不會在職場上被認可 所以不會在職業這個路途上令青年就要積累是難散加難 各位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請解除靜音並且示咪 示咪,示咪 聽得清楚,如果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可以 定 有分為微學位課時短,青年讀完大學同樣可以當微學位是進修課程那樣讀 但進修課程根本不是只有微學位 例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同樣有人工智能的課程 甚至課時只是三個月 在資歷架構的第四級,不但認受甚高,課時一樣短 有分為希望香港青年可以和國際人才競爭 想問有分為你選擇你會選擇認受性低的微學位 還是認受性高的人工智能課程呢? 現在進入準備時間 對於 fasc今天的功能 受信的遮難 便會所在地上 這樣是一個第二次的 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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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拍出一位辯元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請解除靜音。 聽得清楚? 可以。 主要評判,各位大家好。 有方跟我們說青年讀完大學後出來進修,有其他課程可以到, 但我方跟你說了很多次,微學位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根據學生的職業來發展, 根據它的範疇來進修,而你所說的課程有沒有這些好處? 現在有方沒有講過,有方再跟我們看論認受性, 我方說了整場認受性, 本地上有匯豐、電訊營科、謀法局等等的企業都會聘請讀完美學位的學生, 而外國根據EDX等等會跟國際層面的知名學府, 例如牛津大學甚至是普林斯頓等等的院校來合作, 所以我方不明白的是無論從本地和國際層面來說, 都有充足的認受性, 所以有方不要再跟我說認受性了, 我們已經論證完了,多謝各位。 現在有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作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的話可以說可以。 請問,可以大聲一點。 請問,現在聽得清楚了。 可以。 有方將資歷架構看得最重要, 但只是副學士注重理論的課程都受到資歷架構的認可, 但課程業率反而沒有注重職場的微學位那麼高, 所以只是高資歷架構而不在實際點幫助青年, 就業,青年就業就沒有用的。 今天有方經常覺得我們講外國課程和香港青年不關事, 但是看到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爭著把微學位納入規管。 簡單問一下有方,你是覺得香港青年沒有讀微學位被人勁呢? 還是香港青年不需要跟他們競爭呢?多謝。 準備時間開始。 不斷找全呔勞理論。 我選擇 你沒什麼等。 有方便算是? 有方便算是? 我選擇你,我選擇你眾所說的。 我選擇,我選擇我一位對中國的動作, 準備時間完結 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元答辯,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你好 是,請問是否使用麥克風? 可以 丁 有跟我們說這些資歷架構課程沒有實際的支援 我們用例子給你們看 香港城市大學在2020年的時候 撥了一千萬元去做特別的就業支援 和不同企業合作 至今已經聯繫了2700個行業合作夥伴 這些都叫做育母支援嗎?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成大 還有其他的職訓局 他都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技術的銜接課程 技術的應用 是給這些青少年去學 去支援他們 所以有方同學 這些全部是有資歷架構課程認可 認受性更加高的時候 所以是更加有用 謝謝各位 現在請反方派出另一位辯員 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正音並且試咪 試咪試咪 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有方說大學只是學理論 但其實大學都有實習等的機會 和微學位一樣可以實踐技能 再者有方今天覺得 外國公司認受微學位 所以就是對青年的競爭力利大於弊 但其實外國公司著重的 不是青年的微學位證書 而是青年他們的實際技能 而有方所說的微學位 其實只是針對脫離青年時期的在職員工 因為他們缺乏相關的技能 但又不可以 但又不會回去再讀大專 所以就唯有去修讀微學位 想問有方 若然我在大學已經主修了資訊科技 我已經學會了編碼 有方是否為了提升我的國際競爭力 要我讀多一次編碼微課程呢? 多謝各位 剩下我一分鐘時間預備 謝謝 謝謝 準備時間完結,請警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正音 是準備好,可以說 對 Prof 請解除正音 其實他跟學校教學方騷擱說 大學都可以實踐 可是我剛才討論過,大學和微學最大分別是什麼? 微學是可以調整科程,對一些職場最新的理論 即時調整科學,而大學無法做的 那你沒有回應過 甚至你同學大學都可以實踐,我當是真的一模一樣 大學可以做到,多推一萬步都不代表微學會做不到同樣的利署 有其他反方案不代表微學會是弊大於利 有方堂,雖然你說,但其他反方案根本沒用 甚至有方堂其實立場已經退到一個位置 其實他已經承認了一個現實 就是對應你的國際競爭力讀微學會是能夠提升的 他已經承認了這件事情,他全場沒有回應 到台下已經承認了 他只是說什麼? 他說是不是要讀完大學後讀多個微學會去提升國際競爭力? 我方就不明白,你所謂提升國際競爭力為什麼不讀? 對他有利署,我方不明白為什麼不讀 所以說完對應國際競爭力也好 對應本地,我方從來沒有回應過 從來台北分堂唯一標準是資歷架 但跟你講有17間公司 目發言時間已經結束,請停止發言 現在進入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有1分鐘的時間預備 預備時間開始 沒有,請允許你 有1分鐘,3分鐘 入口的時間 來看多了 沒打算 你要解放 要1分鐘、人家 預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請解除靜音 主席評判助各位,大家好,中學畢業18歲長大成人 看來他們踏足社會上很遠的距離,但數數手指只不過是五六年內的事 在香港這個出生欠床位,讀書欠學位,做事欠地位的社會 要找到蠟燭的一夕之地,中學畢業後和工作前一六年可謂是裝備自己的黃金時期 相信大家都一定聽過,大學畢業證書只是入社會的入場券 換言之連副學士高級民憑對香港青年而言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另一方又有什麼理由說服香港青年選擇 認受性甚至更低的微學位課程呢? 其實另一方今天一直跟他們說外國例子,其實是微學位 外國會請認受微學位,只不過是他擁有這個技能 而且在香港知力架構認受性高的副學士,甚至是大學學位 同樣都做到這些技能 總結全場,雙方有兩大分歧點 第一,年青人會不會選擇微學位? 有方又不斷跟他們說微學位的認受性高 但事實香港各大公司,他們都注重資力架構裡面 所以他們相對微學位的認受性會比較低 甚至連科企學員的創辦人都說微學位會比較舒適 再者,我方問有方如何論證 微學位在香港的成效,有方說來說他都是80人 有方再進一步問有方如何論證這80人都是變態討論的青年 有方更加回應不到 所以有方最終無法論證微學位的成效 於是有方立場倒退 覺得只要微學位在未來普及了,就會有成效 換言之有方在現在這個時空,論證不到變態 有方也論證了,資訊科技在香港已經盛行很久 但大部分公司仍然不認可微學位 有方論證不到有什麼趨勢顯示未來微學位會普及受到本地企業認可 在這麼多不確定的因素下,有方就不斷鼓吹學生讀微學位 其實變相只要學生捨棄資歷架構去讀一個根本無助他們找工作的課程 對於年輕人來說,又是否一條適合他們的路呢? 第二,微學位能否有助找工作? 有方同學一直覺得透過微學位去學很多技能 就已經等於提升了競爭力,但又是否真的這樣呢? 說到尾,微面有方的期望過高 有方明白學多樣東西不等於提升了競爭力 因為要提升競爭力,最重要的是與職業匹配 若然技能根本不符合工作所需 雇主不會因為你識整機械人而聘請你 到最後不會受到聘用根本無助提升競爭力 再者有方不止一次說過 微學位未被納入資歷架構,仍受盛低 有方後來也沒有承認過 但當現今社會即使是大學畢業的年輕人都未必找到工作 甚至未學位被資歷架構輸 於是,年輕人拿著不受認可的微學位 老闆又是否看到呢? 看得上,若然他們連找工作也找不到 競爭力不會提升 今天打比賽的雙方仍在續中學 但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到我們作出選擇 你會選擇受大眾認可的資歷架構課程 還是會選擇微學位,令本身KQ的找工作路 變得難上加難呢? 其實說到最後,右方只是描繪著一幅很理想的畫面 只是停留著幻想世界裡,沒有考慮過現實的情況 現實是,當青社會選擇了應受性低的微學位 提升不到競爭力之餘 更令他們捨棄了獨讀資歷架構的機會 做頭來找不到工作,你都是徒勞無功,謝謝各位 反方結變發現時間為4分14秒,沒有超時 最後由正方結變總結,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假除靜音 試一試,聽得清楚是嗎? 聽得清楚 好 準備好 主席,評判,早上大家好 來到比賽的尾聲,讓我和大家坐坐時光機 回望一下,同樣是15至24歲 不同年代的青少年要面對一個怎樣的競爭環境 時間來到80年代,青年在職場上只需要和本地的人才比拼 就算沒有學歷,只要青年肯捱 在競爭不算激烈的職場上都肯定有蠟燭之地 去到90年代,本地人口持續上升之餘 開始有外來人才的輸入 但當時的清算只要讀好書 得到將入場券的文憑都已經能夠受到廣大公司的青睞 到今時今日全球化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市場上人才不單止是本地青年,更是有來自世界各地學位和能力兼備的競爭者 因而在市場人才背出的情況下,青年能力的標準已經不單止是學歷的多管 不是好像有方見面所說只是重視智力加構,又好像有方前場所說是技能 而有方講到一些大學和一些培訓很多資源 但我方台下講到其實這些所謂理論性的課堂 最後其實都是就業率,出來就業率都不高,兩者沒有衝突 所以我們知道大學現在學的東西往往只專注於其中某一個特定的範疇 而更重要,在課時被既定架構失望的情況下 大學課程往往未能跟上日生月月的新資訊 因而在國際企業以及知名大學意識到 現時大學課程對青年某部分培訓出現漏洞 需要加以輔助,需要推出微豪位課程給青年在多元化的社會下 靠著短期而專門的微豪位課程去拓展他所需的技能 而不像有方所說一個地盤工人要學鋼琴 裝備好自己面對職場上不斷增加的跨領域挑戰 微豪位在提升青年競爭上起到關鍵性的增員作用 因而各國政府,例如德國以及新加坡 都積極考慮將微豪位納入正規的資歷架構當中 有方同學說到一些課程,例如香港的本地課程 都可以做到有可能幫助他們,增潤他們的效果 等等先,第一步,這些課程行跨面是否這麼趕呢? 第二步,是出到國際這些受不受認受呢? EDX開啟的微學位課程是受國際大公司,例如阿道比等等的認受 他認受的不單止是他那張證書 更加是他讀完之後,他取得的那一番技能 而在一日千里的社會發展下,香港青年稍不留神 已經會跟不上社會業化和科技發展 因為外國一些專門的範疇,一些變化都跟不上 因而落口於其他重視微豪位的國家,緊貼時代變幻的競爭對手 其實不單止青年,各個領域的專家 其實都要靠著與時並進的微豪位,緊貼時代最新的資訊 David Bruce,一個美國肝臟移植的外科醫生 也要透過微豪位了解其他移植的資訊 才能夠在固有範疇當中持續發揮所長 而不像友方所說,在同一個科程範圍裡讀多幾次 而是在時代的變幻當中,這個巨倫下不斷變幻的資訊 不同的專家都要了解 何況是剛入職場毫無經驗的青少年呢? 好了,縱使競爭在這個世代越來越激烈 但是在這個通訊科技發達的年代 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技能和課程其實已經是觸手可及 只要有一機在手就已經能夠報讀到應對世代的資訊 突展自己 好了,日本和我今天已經反對不到微學維修帶來未來的光景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是現在逐步提升到 有方只是說有幾關獨 但問題是這兩樣東西沒有衝突 依然可以對那幾十個青年發展離大於弊 所以在未來微學位更普及的情況下 香港青年更加應該是耿貼時代 把握充足的資源 在全球市場下最大化自己的競爭力 謝謝各位 正方主變發言時間為3分57秒,沒有超時 比賽告一段落,大家請稍等一下 而在評判整理分數的同時也提提大家 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員 再分別給予分數 在評判整理分數的同時 現在先請評判比喻評語 首先有請會知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李靖權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也聽到嗎? 主席聽得清楚,請問其他台上的同學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因為剛給完分數都沒有時間整理評語 所以很概括,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可能亂一點 我覺得 或者這樣說,沒有說特別 我先說哪一邊是好處 或者哪一邊是不好處 我覺得正方今天 在聽反方整個架構方面 可能可以想多些少 因為 似乎今天反方面對這個 即是聖馬河那邊 面對反方這裏 有些位置 我只是斷估而已 聽完他們說完整場,我只是斷估而已 他們很想把這個 首先他們會把青年這個詞語 定到那個定義很短時間 即是 在他某一些的 面緣裡面,甚至是把青年用青少年這個詞語去代 但是整場比賽,正方都沒有質疑過 究竟青年是多少歲 青少年是多少歲 青年是多少歲 所以很容易被反方的策略一直頂到尾 其實他最後就是 當一個中學生畢業的時候 他究竟應該讀大學的課程 還是應該讀你那些微學位的課程 你去做一個比較 但正如你們正方一父所說 其實根本這個不必然是一個議員對立 但是除了正方的一父之外 其實之後就沒有什麼人可以針對這個議員對立這個位置 去進行一個討論 所以一直是讓反方的理論可以繼續說下去 還有我覺得是需要 還有 去到中間的時候 正方那邊都有提出一個 其實一路聽下去 會開始覺得 反方所提出來的 其實 除了是由大學搞的之外 可能是由大學搞的 又是由職勤局搞的 以及是由一些私立的機構去搞的 除了這個分別之外 除了搞的人不同了之外 似乎好像一個微學位 跟大學提出來的課程 好像沒有什麼很大分別 當一個正方提出 其實原來理工大學也有微學位的課程的時候 其實去到最後 是不是可以篤穿一件事 究竟他其實 現在不是微學位本身有問題 是你覺得 又不是大學的機構搞的課程 就有問題了 其實是這樣 如果是由大學去搞微學位 其實你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而實際上也已經有機構 有大學是在搞微學位的 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由大學去搞微學位 其實反方也會支持這篇題 但是這個也是 可以從這個方向去想 但是正方沒有好好的去 去運用這方面 找到的例子的資料 來講 或者其實如果這樣打 會有其他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但我純粹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反方我覺得 其實雙方面 今天 因為我看到另一場的朋友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今場 雙方在主線的設計 找的資料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比第一場好 所以有第一場的同學進來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雙方各方面的打法 反方方面的好的地方 其實他主線的心思和策略是好的 他想設計到一樣東西 其實把它分開了 就變成 拿大學學位 和那80個人讀的微學位 做一個比較 如果正方是讓他過去的時候 其實反方是會比較容易 相對比他不用這個策略 是容易阻打的 但如果正方能夠打穿的話 正方其實也會有幾大優勢 但今天就打不穿 所以大家就打下去 從我那張票 不會相差很遠 反方一開始想看一個 其實我覺得正方是要再把圖畫描繪得比較好 其實他有些辯源也能做到這件事 但如果我能夠整場都可以這樣描繪他就好了 尤其這種感覺 例如正方的結辯方面 他開頭那三十秒 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開頭那三十秒 但問題我就覺得 為何你前面那些負面 好像呢 前面那些負面好像沒有什麼說過 你想開那個眼界 以前80年代自己人和自己人競爭 現在就要和別人去競爭 你們想說全球化競爭 似乎是比較多著重於 因為外國開了微學位 外國也有監管微學位 所以我們也要有 否則我們就好像跟他的競爭落後了 但實際上 實際上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別人外國是掌握了創科科的方面 這個似乎是第一場的正方還看到這件事 在創科方面 香港明顯是落後的 外面也說了很多 所以變成在現在職場上 應該也有很多人 缺乏了這方面的事情 很多青年可能都缺乏了這方面的事情 是需要去補回這些知識的 而他們補回這些知識 你也很難叫他們回去 讀一個學位 讀一個全球的課程 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有其他工作正在做 這個也是有一點點像 你去到義父的時候 就用了一個酒保的例子 當然 這是另一方面的事情 但我是欣賞 這一類的例子 其實如果你能夠說到 這些例子 你能夠說得清楚 現在的青年實際上 在職場上面對到的問題 不過你用酒保的例子 只是說了 某部分人 可能是想轉換的跑道 他不是想一輩子都在酒吧做的 他理想工作也是其他事情 要有一些契機 讓他完成了一些課程 但是他沒有可能會再回去大學讀呼攤 因為他也沒有錢去讀 但是一個微學位可能可以幫到他 但其實在其他方面 例如已經是有份工作 但是他也是做IT的 也是可能做跟AI相關的事情 但是他的工作 他所認識的事情已經追不到的時代了 已經在流行其他事情了 我還是懂得Fresh的時候 別人已經HTMI 我是不會寫的 那麼這個情況下 其實微學位可以幫到他 如果能夠比較具體的 在負面提到這些例子 對正方的內容 我會更加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正方在這方面可以 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 反方方面我明白他們 是這樣的策略 但是當然策略上我也會有些問號 例如在主辯的時候 開的位置好像定了 青年已經有一個發展方向 但是要明白的就是 我想正方可以說出來的就是 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已經很難 這個也是我覺得生涯規劃的問題 雖然我自己也可能是生涯規劃 我也是升就組 要做生涯規劃相關的工作 但這也是我對生涯規劃的問題 就是 其實你在現在的社會 已經很難 在你還在讀書的時候 已經定了你的發展方向 就是很難完全定了你的發展方向 你可以有你的興趣 你是 仍然叫做青年的時代 你已經要轉換的跑路 反方 所以未學位其實未必能幫到 這個其實可以 正方可以 十八至二十四歲 但是其實在社會上面 也有很多青年的定義 很奇怪為什麼整場比賽 正方不去問一下 或者質疑一下這個定義 青年其實應該 根據不同的定義 可以去到四五十歲都是青年 但是不只是青少年 所以這個我想正方 要想一想 但是 我也是那句 明白反方為什麼用這個定義 但是這個定義其實 不完全正確的 我覺得 將青少年代了青年 我覺得是有些 當然你可以說是厚誤的 但是其實 你有不同的位置 都是用了青少年代了青年這個詞語 還有一些例子都可以 都可以想一下 例如說 的士司機就學了其他完全不相關的東西 你假定了那個人 就一輩子都做的士司機 所以那件事是不對 所以那個例子就不對 但是也有其他例子可以的 因為正方沒有去回到 這樣 大致上這樣 其他時間交給其他兩位評判 謝謝 謝謝 謝謝李政權老師 接下來有請 藍田聖堡六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藍田聖堡六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藍田小姐給一些評語 Hello 大家好 我可以先講一下主題 其實我覺得先講反方 因為你們一開始就說 15至24歲 然後我都有一些 因為我本身也有看過下這條題 然後 我看正反方的時候 都沒有看到他們有設置這麼小的年齡 所以我也有點驚訝 不過後來我聽到你們 義父和答文的時候 就明白為什麼你們想這樣設置 就是想避開 那些本身已經是AI 或者IT行業的人去準修 所以我也明白 但我覺得好像剛才評判所說 正方應該要問一下 還有 現在很多人 科啟學卷的創辦人都說 讀這些課程的人 很多都是畢業了一、兩年 然後可能他做了一段時間 但他想轉行 其實那些轉行的人 都會屬於15至24歲 所以就算 反方 比這個年齡的範圍 但是 就是他第二個點 就是有興趣 AI和沒有興趣的人 就是他都不可以這樣定到這麼死 還有 我覺得後面 就是反方的一輔和二輔 那個 頭腦 就是不停重複80人 以及你們不停在說 覺得正方是多一些技能就是好 但是其實 我自己覺得 可能你們 要聽多一些 正方說的話 例如 正方是沒有說 越多越好的 其實反而 他是 相反 就是他覺得學得專門一點 會好一點 然後 然後 所以我覺得 你們這樣定 你們的項目是否想封對面 學多一點 學三 四個未學位 就會好 但是 如果對面是沒有這樣說 沒有開你們本身準備好的 那些報告的話 就不要反一出來打 然後 還有我覺得 你們反方的主線 一直都很強調 就是資力架構 然後 主一二 都在說資力架構 這件事 但是你們沒有 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這件事是這麼重要 還有 例如 我會想聽多些 究竟你 一直覺得這麼好的 大學課程 還有 你一直說得這麼好的大學課程 還有那個未學位 他想去學的 有什麼不同 例如 有些資料是會說 未學位可能注重多些 Case Study 即是他會跟一些坊間的合作 然後他會研發一些軟件 而這件事可能對於一些要轉行 或者是剛剛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出來的新鮮人 對他來說會不會太多 或者他本身應該要學一些理論的東西 再加上實習 而這些是大學比較全方位 兼顧到的東西 我覺得要多些比較 如果你是想 一直推崇學士課程 但是你那個 負面的一些描述 一些比較也沒有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 好像整方說得好 整方說得真的好一點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反方就是一二負也很相似 所以如果你看我的分子 後面 負面的分子會一直推崇 因為後面聽不到一些新的東西 但就不停地重複 肢力架構和人數 所以這個是一二負要注意 那接著 正方呢 我覺得說的話都是正路的 可能你不停地說外國 那是對的 因為這件事在香港其實不是 出現了很久 所以你說外國的趨勢是好的 然後說外國的競爭力 現在要勉強國際 我覺得是好的 但我覺得 對於這個 正方呢 反方 反方應該要問一下 對面 他的心態其實有點像 人有外有 他說新加坡也有 紐西蘭也有 德國也有 那 但是會不會 怎麼說呢 其實這些跟Google 或者跟其他知名公司合作的機會 其實不是只有微學位有 例如 可能 香港大學 或者CU 那些 他們都有跟科技公司合作 或者跟其他外國的大學合作 又或者香港科學卷那些合作 所以他講到這麼獨一無二的那些合作機會 或者exposure 其實可能在香港的學士學位都有 然後那些學士學位是在你所說的資力架構那裡 所以你才沒人請 然後這是回應到你反方 你自己提出的標準 就是求職那個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可能反方 是不是叫口號式呢 就是有點不停地說 知力架構 知力架構 但我覺得如果 你去到一二虎 如果你不停地重複這四個字 就會很相同 所以你可以 想多一些 現在的學士 或者是裡面的模式 或者是裡面學的東西 或者是裡面帶到的東西 其實會不會跟微學士一樣呢 如果是一樣的話 我們現在香港有的會比較好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正方其實 因為你們會不會想的就是 其實因為對面反方 是不是在說 資力架構很重要 其實正方你可以研究一下 會不會是這個微學 或者有一天其實是可以立入到 資力架構 因為我聽到 反方有一條台下 然後就說 有一個三個月的人工智能課程 也是三個月 然後它是資力架構的第四級 其實 我聽到的 那時候 我就在想 如果它學的東西這麼像 它時間也是差不多 然後它有第四級地位的時候 你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政府遲也都可以規管 它現在沒有立入資力架構 只不過它太新興 又或者它就讀的人數不多 所以政府就沒有考慮這件事情 但這個我是沒有看過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研究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然後 我也覺得 我覺得今天 正方 她 好的位置 就是後面 一直都會聽到其他的推進 但是 反方是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 負面在不離開的同時 都要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否則就越聽越悶了 好 我的評語差不多 謝謝 謝謝黎亞文小姐 接下來 就有請金巴倫長老道要道中學中文辯論隊 負責老師黃寶欣老師的評語 首先謝謝剛才兩位評判的評語 其實我跟他們的看法是很相似的 因為我也覺得 在今場的辯論上 有頗多人定義上的位置 其實兩邊的立論是不同的 但是在中間的辯論是沒有搞清楚的 因為兩邊的同學似乎都是有經驗的辯論 以及那個表現也是漂亮的 但是因為沒有搞清楚定義的關係 所以到後面的討論 好像似乎是有一點點自說自話 所以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辯題 辯題有一些關鍵字 就是微學位的過程 究竟對於微學位的過程 在你們的定義來說是甚麼呢 因為正方那邊說 他是短的 他是專業的 但是反方有時會說 其實現在已經有些大學 是在搞一些短又專業的課程 短期課程 其實我聽到 這是不是正方所定義的微學位課程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又不吃了它呢 還是你們真的會有一個定義上的分別 但其實正方雙方也沒有說清楚 你們定義的微學位課程究竟是不是 因為我坊間搞的就是微學位課程 但大學搞的就不是 但這個其實也不符合你的定義 因為正方又會說 其實外國已經在規管一些微學位課程 還有外國一些大學都會搞微學位課程 我聽到覺得很奇怪 反方講的短期課程 就是你的微學位課程 然後我就想 是否因為專業上面 你的定義是定了因為專業上面 但又不是的 因為到正方在台下發問的時候 你們會說到 有一個慢慢發展到 有些課程無論是語言 法律 一些微學位都會出現 但語言其實是很學術的 一個學科 對於正方來說 應該反方題的短期課程 是有機會納入你們的定義的 所以我就聽到 究竟你們雙方對於什麼是微學位 我覺得奇怪 但如果反方會覺得 你沒有監管的 那就是微學位 你們的定義也會不會很奇怪 監管的就不是微學位 那對於反方來說 那些在外國規管的微學位課程 又不是微學位課程 所以在這個位置上 我會覺得奇怪 雙方都沒有很清晰地指出 究竟你們對於微學位課程 定義的分別 所以在這個位置 有些時候 你們的立論 我會下不了分 然後到第二 就是剛剛兩位評判 都有提及到 就是 對於你們來說 青年的範圍是什麼 很明顯正方是說 就是無論是學生畢業 還是一些在職人士的進修培訓 都是青年的範圍 但是反方就會定義到 就是畢業的人 我現在要選擇讀哪個學位 一來我會覺得 正方沒有釐清你自己的定義 這是正方的問題 但是反方你也沒有去 即使你把青年這件事 你不斷問他 是作為攻擊的位置 但是你也沒有解釋 你把青年定為中學畢業的合理性 在哪一處 當你定義不到的時候 其實這個青年的位置 我又會很難下分 所以看我分子的時候 有些分為何我比不高 是因為大家沒有清晰的定義 我覺得就算你各自有自己的定義是OK的 但是需要去解釋自己定義的合理性 或者指出究竟正反雙方 不同的位置在哪裏 但是沒有做到的話 只是拿來攻擊 我又會很難下分 然後第三 可能就是香港競爭力 因為其實你們 正反雙方對於競爭力 或者香港競爭力的定義 都有點不同 因為反方很著重是資力架構 就是在香港找不找到工 香港青少年在香港和香港之間的競爭力是怎樣 但是 在正方的定義來說 是會寬一點點的 因為他會說 因為那些課程 應該他的課程 他應該會讀 給他讀外國的微學委課程 因為他的定義裡面 其實是講到時間很彈性的有短 其實香港的學生是報得 他講到普林斯頓大學的微學委課程 從而我覺得可以在這個位置再推進一點點 如果繼續推下去的話 其實你們一直在說 現在 最多微學委課程的就是一些資訊科技的課程 然後 資訊科技的微學委課程 或者這個行業有什麼優勢呢? 就是不受地點限制 換言之 原來香港的學生 他讀完一些外國或者本地的微學委課程 其實他可以找外國的工作 但是繼續在香港也可以 這裏我會正正看到一個 可能在主線上的發展空間 我真的會看到 如何提升香港青少年建真力 我覺得在這條題裡 香港青少年建真力 不應該只是局限於 與香港之間的比較 而是與國際上 究竟香港青少年地位比較的時候 所以在分子上 我看到主線的發揮會闊一點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點分數 我就會偏向正方 補充一下 多謝 多謝黃寶欣老師 現在已經得出了賽果 先宣佈賽果 首先就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第一副辯王啟韜同學 而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為三票 反方得票為零票 換言之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正方英華書院 今場比賽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